你要体会生命实相的话 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什么 支撑我们生命存在的必要元素 支撑我生命存在的必要元素 这个大家要好好去探讨 第二呢 对 与我生命不可分割的一切 大家好好去探讨 我现在举个例子 大家从这里 然后可以依此类推去求证 比如说你要去体会 我生命实相 我本来以为我只有这个肉体 我这个六尺之身 然后就是几公斤重范围多大 这就是我的生命 但是你要知道 为什么释迦牟你讲无我 你没办法靠你自己而能够单独存活 为什么呢 我们就要去探讨 因为我生命要存在 我要不要呼吸 如果没有空气 我的生命还能存在吗 不可能 所以空气 它是不是我生命存在的必要元素 那你生命你能够把这个空气 屏除掉吗 所以你要知道啊 我的生命 要延伸到整个空气啊 先讲说空气 世上就是我们生命的必要元素 没有它就没有我的存在 一定有它的存在 才会有我的存在 这样了解吗 所以要知道 当你了解 这是我们生命的必要元素 你还会去破坏它吗 如果你破坏它污染它 你就在污染什么 破坏什么 你就在破坏自己啊 再来 那什么叫做不可分割 你要能够分割得开的 你才能够说 哦 我 如果你的范围是分割不开 你说我生命的范围到哪里 佛教讲的法身 骗一切 什么叫做清净法身佛 那个讲的都是实相啊 好 我们 什么叫做不可分割 你能够分割得开吗 来 我们现在来探讨 你的生命 跟大自然的空气 你能不能分割得开 能不能 你能不能去界定个范围说 这个才是我的生命体 这个才是我的空气 这个范围之外的就不是 能吗 不能 所以它是 这个整个空气 它是一体的 它是一体的 那你这个生命跟这个空气 是不是一体 从你还没有出生 就没有离开过它 这个叫做不可虚以理 从你还没有出生 你就没有离开过它 从你出生到现在 你哪一分哪一秒 你离开过空气 也许有人会讲 我把鼻子捏起来 我不呼吸 这样不是离开过空气 你有离开过吗 你只是暂时不让空气 进入你的鼻腔里面 但是你人还是怎么样 还是浸泡在空气里面 你的皮肤一样都是跟空气 紧密的结合 所以我们要好好去体会 什么叫做支撑我们生命存在的必要元素 什么叫做不可分割 从这里去体会 你就可以体会到 孔子所讲的 什么叫做道 不可虚以理也 可离非道也 这个一定要跟生命的存在的实相来做连接 你才能够清楚具体的体会到 道是什么 道在哪里